从梁启超到我的老师胡士芝 他说这是假的 中国人造的 在这儿从开始就听我讲 我曾经就讲这段历史 他说印度的文章 啰哩啰嗦重重复复 他说你看那些佛经 翻覆翻覆重复讲 这个这么美 可以胜过司马迁的史迹 文字美一点不啰嗦 而且可以说这种里头 波罗万象 这真是可以说是汉文的 Encyclopedia 汉文的百科全书 这本书绝不是印度人写的 是我们中国人假造的 其实呢 唐太宗把佛法接收过来 玄庄 玄庄法师唐僧啊 三千人一个道场 来译解佛经 那时候几乎是把所有中国的 这个知识分子 不能说知识分子 学者们 唐太宗都网络起来 三千人翻译佛经 你想想那个场面 黄玄龙主持 黄玄龙呢 是唐太宗的宰相 黄荣呢 是他同宗的人 所以当武则天的时候 他成了皇帝了 他用唐荣做他的宰相 他不知道什么事情把武则天得罪了 武则天 你让我这么生气 我冲军把你冲到广州 你们知道现在广州不得了啊 从前广州是边缘地区啊 你说一个宰相被冲金冲在广州 你可以想象他的心情 这时候就有这么凑巧的 南密 他把它翻成用口语 用汉文呢 把这个印度文翻成中文 然后房容 听着他的中文 把它用文字记下来 成了这本《链经》 这么美的一部经 可以说是佛经里头 没有这么样具备 所有的佛法 所有的修行 所有修行的毛病 都在这本经里 所以这本经 我要把它讲完了 我一百岁了 我希望我能在我一百岁的时候 能把它讲完 我每一次讲 我在台湾讲过一次三年 我在美国讲了一次三年 所以我就准备 我能在到一百岁以前 我能把它讲完 太美的一部经 太完备的一部经 我讲过《新经》 《金刚经》 反正你说得上教的名字 我都讲过 这本经讲了现在是第三遍 《金刚经》 《金刚经》